我带来是OTD一键换装 然后这一套的话 事实上还比较简单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上半身 下半身 然后一个模特的家的地方 当然想用这套工作流的话 我给大家的建议是 大家自己再去整一套包 大家不要用自己已经整过的 如果你把你的环境已经整好的话 你就不要再去用整好的环境去 加载这套工作流 因为这套工作流 它对环境的要求有点苛刻 它这个OTD呢 它这个卡建对环境的要求有点苛刻 所以说我这边也是整理一个包啊 也是整理的一个包 然后要就单独的去加载一个基础包 然后把这一套工作流呢 给加载进来 然后这边的话 建议的话 大家把内核啊 内核退一下版本啊 大家把内核退一下版本 退到 退到几月份 退到四月份左右的版本啊 把内核退到四月份左右的版本 因为它前面的偶视了好像有点不太晴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换成以前的版本 或换成以前的版本的话 如果用的是秋叶的包的话 直接在这里收 然后点击安装 看之后会不会有什么报错啊 基本上的话是不会有这么报错的 如果它之间有什么插件起了冲突的话 第一把那个插件给删掉啊 删掉的话 这样它就不会起冲突了 对最好的解决办法 所以说 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期视频 给大家说要自己再准备一个包啊 来准备一个新的包 不要用质疑 环境已经调好的包啊 要不然很有可能会报错 话不多说 只也给大家看一下 对中效果吧 包括啊 它第一遍运行的话 它会自动去下载模型啊 它自动下载模型 大家都不用管它 这边就上传咱们模特的全身照 然后这里的话就上传上半身 然后这里的话下传 上传的就是这个下半身了 这两个实际上弄完之后 基本上就没有其他的啊 然后这边会加载一个面部细化 为什么要经过一个面部细化 就因为它出来的效果拍好 然后稍微等一下吧 等一下看它最终的效果啊 当然啊 这个模特的话 我们也可以自行去生成啊 我们也可以去生成式的 也可以自己去找一些图片啊 什么的上半身下半身 然后要求的话就说啊 要求啊 它还是有一定的要求啊 这个模特啊 好比说我上半身 哈 这个这边不是一个T恤吗 然后上半身的话 也要是一个T恤 下半身就有一个牛仔裤嘛 然后这边是牛仔裤 你下半身最好的话也是牛仔裤 因为这个OTD呢 它本真 本真的话 这个插件 已经不是太的更新吗 这个插件 已经很久没有更新过 太截止到4月份 今年4月份的时候 它要停止更新吗 所以说这个插件的话 就比较老了 它没有连续的更新 然后看一下最终效果吧 然后脸部也修不好了 然后衣服 然后裤子 对吧 这就是OTD OTD的作与话 然后这一期视频的话 就到此结束啊 如果说大家遇到了 遇到了 好不都报错啊 或者什么的 大家可以来问一下 看是怎么回事 以会给大家稍微的解决一下 老那么这期视频就到 结束啊 大家记得一键三连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